疫情三级警戒下消费争议协商及调解会议全面暂停召开 期间原已排定的130多件协商会议均受影响 为了保障当事人权益 台北市法务局将依序主动征询申诉人的意愿 以视讯方式进行协商会议 台北市政府为了兼顾疫情的防护以及消保的一个业务推动 那即日起推动全线上的消费争议协商会议 让民众来做选择 那原本在三级警戒的期间相关的一个协商会议 因为防疫的关系我们是暂停召开 那即日起我们会主动征询申诉人的意愿 如果有意愿用视讯方式来召开协商会议的申诉人 我们会安排用线上的方式 由消保官这边主持协商会议 来处理相关的一个消费争议案件 让相关的一个消保争议服务不中断 一旦确认申诉人同意视讯协商 将会即通知并附上视讯软体会议网址连结 与软体操作说明 协助双方当事人进行视讯 如申诉人不愿意透过视讯方式协商 也会在解除三级警戒后 尽速安排实体会议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导 清楚记载运费计算 以及应该有些负担